我們看這個題組 他說小豐在水溫不同 但水量均為100公克的甲乙瓶燒杯中 現在有三個燒杯 這三個燒杯 它裡面都有100克的水 然後現在放入不等量的酵酸甲 並充分攪拌 各燒杯中 酵酸甲溶解情況如這個表 甲杯的話放20公克的消息下去 結果完全溶解 乙杯放50公克消息 結果有4.5公克沒有溶解 也就是說它溶解掉多少 50減4.5的話 就是多少呢 就是45了 50減掉4.5 45.5 45.5 45.5克 每100克的水 可以溶解45.5克的酵酸甲 好 那再我們看看這個 不對啊 應該 我這樣算得對呀 算夠了 好像44.5吧 50減掉45.5 這個應該是 50減掉4.5 4.5 45.5沒有錯 好 那 丙杯它是放入85.5克的消息 結果呢 有4.5沒有被溶解 所以它溶解度是多少呢 溶解度是 85.5減掉4.5 85.5減掉4.5 這個是81克 就是說 每100克的水 它可以溶解 這個 81克的酵酸甲 好 那現在他說 我們看了 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是問說 乙之硝酸甲在水中的溶解度 水水溫升高而變大 所以有關甲乙丙 三杯水溫的大小關係 下的續合 我們看 丙杯溶解度 比乙杯溶解度大 所以丙杯溫度一定比什麼呢 乙杯要大 丙杯一定要比乙杯要大 但是甲乙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完全溶解 它還可以溶解多少硝酸甲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不知道 這個就不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跟它比較 那我們來看看 A選項 A選項他說 丙杯水溫比 大乙杯水溫 這個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B選項 甲杯水溫 B為三杯中最低 這個 不對啦 這沒有辦法比較 甲杯沒有辦法跟其他比較 C 乙杯水溫比大乙杯 甲杯水溫比大乙杯 這個也不知道 這樣看 第一選項 甲杯水溫比 三杯中最高 這個也不知道 所以答案一定要選A 這樣看第二小題 加以丙杯硝酸甲 容易的濃度大小關係 這個濃度最高 再來是這個 再來是這個 這個 它的濃度是 20克硝酸甲 每100克的 水溫比大乙 這個濃度最低 所以是丙 大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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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哪 你應該要選 C 就是甲小乙 小乙 第二小題應該要選C 再我們看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他是問說 若乙杯以增加水量的方式 乙杯以增加水量的方式 使沉澱的硝酸甲恰好完全溶解 則乙杯容易加水後的 變化情形 下面還有這個東西 乙杯的話 因為你是加水嘛 所以它的 那個水 越來越多的話 它溶解量就越大 但是它濃度的話呢 是固定的 濃度都是固定這麼多 是剛好完全溶解 好 那溶解量會變大 好 我們看A選項 它說硝酸甲溶解量增加 這個是對的 濃度增加 濃度沒有增加 濃度沒有變 所以A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B選項 B選項它說 硝酸甲溶解量增加這個對 濃度不變這個對 B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C選項 硝酸甲溶解量及濃度 均不變 這個濃度沒有變 但是溶解量增加 C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D選項 硝酸甲溶解量及濃度 均增加 濃度沒有增加 濃度不變 所以D選項是錯的 好 再來我們看 第7 那個 第3小的 第4小的 我們看第4小題 第4小題他說 若丙杯以身高水溫的方式 丙杯身高水溫的方式 使沉澱的硝酸甲 恰好完全濃結 則丙杯 這個容易 升高水溫後的變化 情緒為何 那個你溫度增加 溫度增加 它的溶解量增大 而且那個水沒有增加 所以它溶解度增加 溶解度增加 但是呢 而且 它的溶解量也增加 多了4.5克 溶解度增加 溶解量也是增加的 我們看 A選項 硝酸甲溶解量增加 這是對的 溶度增加也對 所以A選項是對的 好 B選項硝酸甲溶解量增加 這個對 溶度不變這錯 C選項硝酸甲溶解量 溶度 都不變這錯 D 硝酸甲溶解量及 溶度均減少這是錯的 所以答案要選A 3 6 8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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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